中期股東英佔盈利 按年上升13% 到694億人民幣 期內信用減息損失 減少了1% 到414億 不過當中大家特別留意到 貸款和電款的信用減息損失 增加了57% 到228億左右 主要是對部份房地產客戶 提出了信用損失準備 上半年的收入就升了6% 不怕中期股息 第一問題是你怎樣看招行這次的業績 第二就是從招行這份業績 你會否預視到接下來的中資銀行的業績 你會怎樣看呢 嚴格來說我真的不會走去很詳細的 或者會在招行這份業績上去找太多焦點 因為這個道理剛才說的 業績上反映的是過去一個季度的事 而市場正在想是之後發生的事 所以業績基本上就沒有任何的啓示 因為特別在內銀行業 或者板塊上面這個問題是相對比較嚴重的 大家如果看回內銀股 無論招行也好 建行也好 一堆的內銀股也好 這段時間是明顯地跑輸大事的 因為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這段時間市場最關注的是什麼 就是內房的債務問題 現在市場正在想 基本上有一個共識共通點 或者是共資 就是內房有事了 要救的 阿公不是用銀行的錢去救 所以未來人錄在內銀股上面 會有機會隨著壞賬風險慢慢展示出來 有個減值損失 或者大的撥備未來會做 但是說到維約的問題 其實就不是第二季的時候發生的 是七月份開始 有些大型的內房企業上面 那些債都被人拋售 到這一刻 譬如說碧桂園、龍湖 因為跌了很多下來 其實他們都還沒有維約 他們還說到自己還錢等等 但是問題是 你看到股價也沒什麼聲音 其中一個原因是市場沒有信心 所以說內銀 現在市場最關注的是 到下一季會不會有些撥備的狀況 或者未來未必下一個季度 當出市的時候 就要進行大量的撥備 但是問題就是 你不能夠保證它一定會出市 但是你也市場現在不會有信心 會突然沒事 所以你拿一份業績去看 一定覺得OK 還有10%的盈利增長 還有一個很穩定的盈利能力 撥備不是很高 因為北欄泰富比率還是比較低 所以你一定會這樣看到 但問題就是當事件發生轉抄的時候 你看業績已經太遲了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招行 特別是在內房的風險上面 看來比較大的 所以說一旦有內房結出市 它跌得上去比較急 暫時在40元邊這些位置 如果你純粹以一個短炒角度 你搏內房沒事的話 去買OK的 但是自己要轉身轉得快 39元穿著就要直接 不斷去鼓底 老實說那句 直撥率不會特別高 但總比你彈了的時候才去買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興趣去試 可以的 招行這些位置 39.3號半 近期低位穿著就離開了 但是內房的風險 現階段真的非常之高 我想如果一般你反應不太大 或者說很多時候是萬幾步 定了指示位 沒有跟足那些投資者 真的不適合買內房 始終內房是現階段 最高風險的辦法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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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